这次拿来跟这个培洛西比 我稍后待会会有图 跟风导军演比较 A B C D E 我们将来做个区分好不好 这次是五大块 A B C D E 上一次是六大块 来导播我们把那个图调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你用那个图会比较清楚 这次是五大块 A B C D E 是这一次红色的 那上一次培洛西来的时候 我们用这样来区别好了 1 2 3 4 5 6 6块 一个是五块 一个是六块 好 那A这个地方有什么差别呢 A这个区域A呢 比上次它是扩大了两倍 而且它包住了整个台湾北部 正对台北跟桃园 这是A的一个重要讯息 那B是怎样呢 B距离上一次的这个4有没有 距离花莲进了非常多 中间大概只有20公里 那C这个区域呢 就是包围了台湾的整个东南 对于围点打源 最重要的就是C这个区块 我们再来看D这个区块呢 D这个区块呢 因为D是台独大本营高雄嘛 所以D这个区块呢 是台独的势力大本营 封锁高雄港 也可以迅速瘫痪 台湾本岛的能源供应 好 我们再来看E这个区块呢 E这个区块是上次没有的 是新的一块 那它呢主要的用意进逼澎湖 然后隔绝对金门的增援跟补给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次ABCDE 就是上次123456的 强化强化再强化 而且毫无死角 换句话说 离岛整个纳入目标 还包括这4块啊 是上次没有的 所以全方位 一点死角都没有 好 另外还有这个福建海景嘛 对乌丘东营对不对 直到了这个三海里 三海里部分 我看到这个绿营媒体 几乎都没有报道 那什么概念 他就放在那 等于是他随时想拿就拿 所以我觉得这一篇 写得非常的细 我们上次只讲说 这个范围啊 距离啊等等 但是没有看到 他每一块的用意 所以张将军怎么解读 我先补充一下 刚才讲的AQ33 它是这个样子 AQ33 这个F16的向位阵列雷达 就是ABG83 向位阵列雷达 先发现那个目标在哪里 因为它扫描之后 在右前方 发现右前方有这个目标之后 再开启 AAQ33的居首甲张 去找这个目标 这个是雷达是电 我们讲的 独普雷达是电子 是电子的讯号 这个地方是光学的信号过来了 把光学信号出来 这个就是个望远镜 我们把这个镜头 它虽然在100公里 80公里我们把它看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电子光学就抓到了 是这一个 这个叫做目标获得 那真正要攻击的时候 还是要靠雷达来锁定 雷达锁定之后 雷达一锁定 雷达的信号就会给 翔尾蛇飞弹 翔尾蛇飞弹就把这个信号拿到了 因为它是半主动雷达倒影 就发射出去 是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电子光学的 把这个目标 把这个放大跟放进 是目标获得 目标确认 这个大家过去熟悉的 什么火控雷达锁定的两码子 对 这个是雷达锁定 要发射飞弹 一定要雷达锁定 雷达信号 雷达参数给飞弹 飞弹出去追目标 到最后就做追热 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五个区块 我认为要去讲的 是讲A跟C A跟B 大家听张将军姐说 可以看一下中间那个图 红色区块你会比较清楚 对 红色区块非常的清楚 它这个我们看的B B的话压迫发年非常的近 因为发年 但中共知道 这个是战力保存 战力防护的重点 对 你从这样图看得很清楚 非常清楚 你看那个B 跟上次的区块来讲 哇 真的是近 压得非常的近 如果将来的战力防护 因为这个加三的机库 是三十多年前 那三十多年前 那个时候中共的空军 还没那么强大 也没有任何航空母舰 什么辽宁号 山东号 什么福建号 通通影子都没有 那个时候加三的三重机库 它的战略价值是很重要 但是随着武器装备 推陈出新 精准都破坏力都变大了 中共有航空母舰 一艘一艘就出来了 万顿驱逐舰就出来了 那个地方反而变成 一个锁猴的地方 你统统放进来是不是 把你猴子刚好 喉咙刚好锁住 锁猴的地方了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 重中之重是B嘛 B把它压住 那这样的话整个 你变成战力保存 变成战力瘫痪 让你战力休克 我刚刚锁住在那个地方 战力休克 战力休克锁猴在那个地方 所以它的B 为什么划得那么的近 比上一次的话 这个裴洛西来的话 这个距离拉近三倍 拉更近了 那这样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看说 B的重点在这里 除B这个区块 另外也会关注到 另外我们看看D D是对的左营军港 因为所有的潜舰 重要的军舰在左营军港 对左营军港做压迫 一压迫之后 你不是光油气田 石油没办法进来 你左营的战力 都没办法发挥 因为我们知道 左营一锁住之后 海权就没有了 一个是海权 但能源也很重要 能源也很重要 所以它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低这个区块 压得那么近 刚好对的那个角度 看到没有 那个角度就是 屏东跟高雄 屏东高雄 毕竟左营是重要的 海军战略基地 非常重要 你从不通通加起来 你除了的那个其他两个包含 包含我们讲的基隆 苏澳加起来 你还没有那个 加起来战力还没有左营那么强 这差别很大就是一那一区嘛 因为那个区块过去没有嘛 对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块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那个一区 一区的机会 它包含了就是也阻隔了 澎湖跟金门之间 刚好把台湾整个切住 它能够跟这个第一 第一跟一两个 成一个战略基角 一个压到澎湖了 一个压到了 我们叫压到左营了 一再加上那个海警的 那四个点有没有 对 那四个点就知道 那四个点完全孤立了 由海警船来这边控制就可以了 所以他以这个态势来看 假设真的发生 台湾就是一个 孤悬海上的孤岛 对不对 进不得出不去 所有的外员也进不来 不要讲别的 能源啊 天然气都进不来 对没有办法相互支援 完全就是孤岛 尤其西跟地 你看它成立一个战略弧形 这个战略弧形 刚好一个在东南 一个在西南 战略弧形完毕之后呢 所有外国要支援的武器 或者外国要支援的人员 你统统被卡住 因为刚好下面就是巴士海峡 它这个西跟地 刚好就锁到这两个 这两个刚好形成战略基角 那这样战略基角 随时可以相互应援 它西可以支援D D可以支援西 然后整个空军也可以支援过来 空军从巴士海峡就过来了 所以我们看它西跟D 你看成一个包围的态势 那北边更不用说了 北边的话针对的就是 北部要域 包含台北啊新北啊 包含基隆宜兰 也包括了桃园这一带 对这两天 当然在礼拜六白天放假期间 我们看到大陆各式各样的军事博主 一篇一篇的出来 有这个官方的这个账号 还有这个私人的一些账号等等 那他们也从这一次当中 做了一些反省 比方说他们的检查 他们的后勤部队啊等等 所以你看到 大陆如果说是这次 把它做成一个全武统的 一个实战演练 因为亮哥都说不太像是演习了 这个态势 完全不公布 嘣的一下就出来了 有没有 而且这么快速 而且这么的全面 之前你知道每天绕啊 绕台湾绕岛 早就已经演习过无数次 所以这次呢 所有的这个几乎懂军事的人 在这里面 从解放军的角度来看 从美方的角度来看 从台方的角度来看 各式的军事细节全部讲出来 刚刚这篇 我觉得是更细节的讲到了 他每一块的用意 要给这个有兴趣的朋友们 做进一步的知识补充 跟之前大家讲的大范围 你比较一下这个面积啊 那些来讲要有意义的多 好还有一个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的海巡署又在东部海域 拍到了中国的815型电子侦察舰 北极信号 那他这个单刀入阵啊 贴脸搜集雷达情报啊 也临接台湾的东部 那撂下一句话 只要台湾的军机啊 或是军舰感开雷达或者无线通信 那就跟裸奔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他把这个电子侦察舰放在这里 我就读你不敢开雷达 你一开雷达立刻被传送出去 立刻被截获 所以呢你就不敢开 你也知道它的存在 那那就跟裸奔没什么不一样啊 那这又意味着什么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